183的身高却走了这么远 带你重走克里斯保罗的19年 2005年 一个小个子后位成为黄蜂的重建核心 一年级16加8加2轻松拿下最佳新秀 持续进步 外界已经对这个才华横溢的空位有了诸多期待 第三年作为指挥官带领球队拿到56胜 21.2分11.6助攻2.7抢断 于是助攻王抢断王全明星一阵二防 MVP第二 季后赛首轮和基德的较量占了上风 一场35加10一场32加17五场淘汰小牛 次轮面对豹文的缠斗 还是打出了两场30加 但最终马次更为老辣 那时候人们觉得总冠军和MVP迟早是他的囊中之物 但他的队友皮特森说出那句 你以为还有机会 其实 他确立了自己一线球性的地位 助攻王抢断王一防二阵 但球队表现不如从前 那场著名的58就发生在这个赛季 接下来他遭遇了膝盖的伤病 缺席了很多比赛 搭上之后爆发力下降 但中投愈发熟练 那年蒙地带队 他们有一套不错的平民阵容 但还是敌不过胡人 那个夏天原本他要和科比联手 我们没法想象两个偏执狂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但最终交易没有成型 他去了洛杉矶的另一支球队 第一年 他就把这里变成了华丽的空街之城 一阵一防生涯第四个抢断王 MVP第三 他迎来了巅峰 季后赛他们并不太适应凶狠的辉雄 虽完成过超级大逆转 但过关后 还是被马斯提了光头 空街之城诞生过很多经典画面 包括在洛杉矶得比占了上风 常规赛56胜57胜 一年首轮不敌辉雄 第二年斯特林丑闻下 次轮被雷霆淘汰 而他面对库里威少 开始有些压力了 李福斯指教球队的第二个赛季 他们卷土重来 首轮和马次的较量堪称西绝级别 他在响气受伤 捂着大腿砍下27分 关键的压哨上篮 比赛结束他和邓肯拥抱 流泪 那是命运给战士的勋章 给了他一张通往下一张的入场券 他在和火箭的G3复出 两场大胜 球队3比1领先 发带帮带领火箭完成超级大逆转 最终他们抢气被淘汰 然后就是你们说的命运 他在季后赛里受伤 人们记住血洒赛场的小李福斯 又一年他和格里芬都受伤 人们记住记忆绝杀他们的单打桥 他想要追逐总冠军 他和哈登走到了一起 他说如果不是为了击败勇士 那我们在这干嘛 次轮G5 在5月8号那天交出一场41分 石柱攻七篮板的比赛 他摸到了细绝地板 于是对勇士G4砍下27分 天王山对库里的走尖 都是又一个他生涯理事时候的时刻 但天王山最后 他腿筋拉伤 最后两场他们输了38分 还有抢气站的3分27中零 而他只能在板凳上吹椅子 一个赛季后再碰勇士 他们还是没能把握住机会 火箭生涯就结束了 他回到那个称作初恋的地方 人们觉得他们会摆烂 和他带领亚历山大成长 带领他们打进季游赛 34岁 他重新进入绝佳阵容 泡泡里巴连胜的太阳 成了他下一个落脚点 他们看上去充满希望 还有老熟人蒙蒂 他又一次激活了一个年轻中风 身边有得分能力出色的队友 这是最适合他发挥的地方 35岁 最佳阵容二阵 MVP第五 此轮他又中投制裁了绝金 细绝有顿宝的绝杀 G6他喊下41分 他跨过了细绝 那是他离冠军最近的一次 他们2比0领先雄鹿 接下来被连班四场 霍勒迪在关键时刻的谋杀 他留给世人的 只剩下绝望的一推 可他们还是最有竞争力的球队 常规赛拿到64胜 季后赛首轮却被体虎搞得非常难受 G6他用一场14头权重 带领球队晋级 四轮2比0领先先拿到天王山 最后两场溃败 人们终于发现到了他身体的力不从心 太阳为了冠军 集中交易来了杜兰特 可还是没能逃脱命运 季后赛四场 他因腹骨勾伤势缺席 他娶了这么多年的最大对手勇士 而太阳失去他才发现他的重要性 在那他扮演一个替补的角色 依旧稳健 油箱里还有油 休赛期他去了马寸 拿到一份不错的合同 现在他39岁 下赛季要辅佐超级新任文班 保罗从来不是什么完美的偶像 他对胜利追求到偏执 他对队友严格 场上的小动作垃圾化 都是他比赛的一部分 但他曾经是个完美的空位 爆发力传球防守得分 尤其在那个空位的年代 怪以神之名的凡人总要承受更多 对于保罗来说确实如此 我们已经在他圣牙里 见过太多错愕的失败瞬间 但他从来没有放下过自己的骄傲 前有那时积德 后有罗斯威少库里 属于保罗的时代好像转瞬即逝 但他好像又经历过每一个时代 他的骨子里那种竞争 却代表了篮球最原始的东西 我一直记着2015年季后赛首轮抢期 他捂着伤腿 在第三节扔进超远压哨三分 在最后绝杀对手 还眼眶湿润 你或许不喜欢保罗 但你不可能不喜欢这个瞬间